随着近年人口老化带来很多健康问题 例如老人病或长期病患 我们在医疗系统或生物医学研究都与了很大的挑战 对于医疗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多 对于生物医学工程的人员或专才 近年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在香港大学工程学院看到这个需求 我们就开办了生物医学工程的课程 希望可以为一些有志在这个行业发展的同学 提供一个全面的训练 我们这个课程建基于最主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一个科学科的训练 我们其实牵涉到很多基础工程系的学科 例如是计算机科学、电子和机械工程 更加希望学生可以认识到生物医学上的基本概念 生物化学 令到他们有一个很全面的理解 另外我们也希望学生利用这些工程的技巧 或者是概念和原理去解决一些生物医学上的研究 或者是医疗上的一些问题 中年一年就会教很多基础工程的知识 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去上年三年四年的时候 去读一些更加深的题目 而且这些基础工程的知识 是在之后我们做研究的时候 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用得着的 这些基础也打得很好 Bio Medical Engineering 其实是涉及很多不同范畴的科目 例如就是有Instrumentation 就是你可以想像是MRI、Ultrasound、X-ray、CT 这些东西 怎样去运用这些技术 去拍一幅漂亮的医疗的照片 去做一些Diagnosis 他会教你 又或者他会教另外一个附层 例如Tissue Engineering Tissue Engineering 又会分很多不同类别 这些在三年四年都会涉及到 就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规律 在这四年里 都给他们有不同的机会 去实习体验 例如我们在一年一 有一个所谓的Lab Shadowing Program 我们希望可以在早期 给他们一个概念知道 在生物医学的研究 或者这一方面的工程研究 其实是什么一回事呢 Lab Shadowing 就是一个由BME Program 来搞的一个项目 他就是要每一个同学 在一个试验里面 选一个Lab去参观 来跟他们的学生 去看看他们怎样做研究 总共两个试验 我去了那两个Lab 分别是超声波的实验室 以及做Tissue Engineering的实验室 如果我是想再学多些 在某一方面 我甚至可以去找一些教授 自己寄讯文 我可不可以去你的Lab 他们也会给你很多的机会 我接下来在深海的时候 就会去参与一个Professor的Lab 他主要是做Micro-Phluedics 去观察一些液体 在一个很小的空间流动的时候 究竟会有什么变化 还有那个Lab 都会做一些软物质的研究 我自己也跟学生 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交流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我自己也有跟学生 有些check group 我们希望可以平时更有效 快捷地可以知道他们对学科的需求 我觉得我们BME的老师的教学方法 是非常student oriented的 因为我很记得我想过一课 那课课的课程编排 就不会有很多内容 因为例如他想和你 derive一条equation的话 他真的会开一个blank page 逐步逐步一起写 一个professor看到你有疑伐的眼神 就会立刻停下 然后直到我们的疑虑解决 他才会去走另一步 他们毕业之后 他们都有很多同学都会 比如回到我们的实验室 继续去进修研究 或者其实他们都会选择去不同地方 去实习或者去工作 都是说在公营的或者私营的医院 或者其他一些医疗器材产业的公司 他们都会发展 我的研究就是要找一个方法 去更加好将蛋白质 保存在这些产品里面 希望可以延长他这个产品的寿命 我就在基电工程署里面 做一个助理电子工程师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维修一些医疗仪器 例如是一个洗腎机 或者一些手术用的工具 我都会正常做一些维修 或者更新等等 在我读书的时候 在BME program里面 我一方面就有学到工程学的知识 例如一些 mechanical 或者electronics的知识都会学到的 另外就在医学院那边 都会学到一些关于生物学 或者病理学的知识 结合了这两方面的知识 就是作为一个专业 就可以帮忙做到一些安装 一些维修 一些医疗仪器 令他们在医院里面 发挥一个最适合的作用 就要帮到病人 或者帮到医院的运作 感谢!